其實是範例啦,就是說如果今天我的需求是這樣,把這些總共160個姓,其實百家姓不只到貨啦,後面還有,只是說我們把它截錄,截錄160個,那我們希望做一件事什麼事呢,就是當我按一下這個,當我可以直接把這邊的160姓氏快速的幫我把它變成合在一起,它本來是分開來的,一個儲存格有四個姓氏,那幫我把它全部合併在一起, 在這邊,這個格子裡面,而且要把中間的空白給取代掉,就取消掉,那我做一次給各位看,當然這個是最後完成,完成的話就是按下它,它會自動幫我把這邊合併之後,再丟到這邊來,自動幫我切過來,所以按下去,有沒有,自動切過來,把姓氏就丟過來了,那你就可以做往後面的事情了,那第一個當然我們要做的是,可以把它合併,合併完之後再把它分割開來, 什麼樣分割呢,它本來160個姓,160個字,請你一個蘿蔔一個坑,幫我放在這個格子裡面,總共呢,就是假設一列有20藍,你就是20個放一個,20個放一個,20個放一個,這個是第二階段,所以第一個請各位,想想看是什麼方法, 那如果你今天不是用VBI來做的話,一般是這樣做的,就是等於什麼,等於這個,串接,AND,這個,然後再AND,一直AND下去嘛,然後再AND,這個就串完了,再往下,直接拖拉,往下,為什麼全部都幫你串好了,四個變一個,OK,可是這樣還沒完成,那再來怎麼辦呢, 用剛剛那一招,等於什麼,等於這個,再等於什麼,等於它上面的,再串接就好,串接,不用逗點,剛剛有逗點,AND這個,這兩個有沒有,拿打勾,那因為它又會抓上面的,加它的左邊的,所以向下填滿,這一個有沒有,就會是所有的姓氏的總和,有沒有,跟剛剛的道理是一樣的,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,就是說,那怎麼樣可以把這邊的那個空白拿掉,空白怎麼取代,那取代的話,因為它現在是一個公式,如果你要用取代,Ctrl H,也許這邊怎麼樣,有一個,應該是Ctrl H,Ctrl H就是應該是取代,跳出一個取代,那這個地方,你可以用空白取代成沒有,也是一種方法,不過因為這個是公式,它沒辦法用這一招, 那怎麼辦呢,你可以用一個函數,有沒有一個函數可以取代的,當然有啊,插入函數,裡面的話,有取代,其實用什麼replace,你在文字裡面找一下,應該也可以找到,類似像有沒有replace,有replace,取代嘛,對不對,或者是說在那個這邊有一個叫substitute,也可以取代,那或者你不知道,沒關係,你可以在這個,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啦,有的時候,你如果要找類似的哪一種,你知道有, 有某個功能你需要,叫取代,那你可以怎麼樣,在搜尋函數,你只知道你的,你需要的功能,然後按下開始,它會做什麼呢,幫你在所有函數裡面找找看,有沒有跟這個有關係的函數,會幫你列在哪裡,列在下面,這個也是一種找那個,找那個什麼函數的一個,一個功能喔, OK,好,那它找完之後有沒有,它會跟你建議,哪一個是最好,第一個substitute,第二個replace,其他好像不行的,這個好像不是做取代,所以這兩個基本上是OK的,那我們來看一下,不過我印象中好像用那個replace有一點點問題,我忘記哪邊有問題,那我們用那個substitute好了, 如果今天希望取代什麼,取代這個東西,那取代什麼,取代它裡面的空白,把它的空白怎麼樣,把它拿掉,這個空白,怎麼樣把它取消掉,特別注意喔,order test指的是,你要取代什麼東西, 那這個時候請你,特別注意喔,雙引號開頭,空白,雙引號結束,表示說呢,這裡面會有個空白,那我要取代成什麼,取代成沒有,請你打兩個雙引號,這樣就可以,也就是說把裡面的空白,幫我變成沒有喔,那什麼instant number喔,這個指的是第幾個啦,那如果沒有的話就全部喔,按確定,OK,各位可以發現,有沒有, 他substitute,馬上幫我怎麼樣,把裡面的空白給取消掉,OK,好,那這樣的話呢,我們就完成了,這個我要的東西,那你可以再把這個裡面的資料,Ctrl C,再切到那個擺架性裡面,本來是空白的,你把它貼上,把那個裡面的資料呢,這個裡面的資料,不過你會發現這個地方,再把它貼到那個擺架性2裡面, 就完成,但是你會發現喔,剛剛做了好多動作之後,才完成我們要的結果啦,那有沒有方法,等一下喔,可以試試看,就是剛剛這些邏輯,有沒有辦法把它變成一鍵完成,好,那一鍵完成裡面的話喔,總共會需要幾個步驟,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喔,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那個VBA的這個流程,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,VBA的方式喔,那就這個就不用了,不過剛剛的方法一樣, 我們等於是把1全部串接在一起,等於是第一招一樣是把這些全部,那第一個部分的話,就是這個怎麼全部串在一起,那當然我們可以用那個,for i 等於1到19,for j 等於1到4,有沒有,然後把他們裡面的儲存格裡面的資料,一個一個串接,放在哪裡呢,放在一個s,s等於s,and什麼呢,s,sales,一樣是儲存格,哪一個呢,i列的 這一欄,然後一個一個全部串在一起,那全部串在一起,這個部分喔,就等於是把這些全部串成,有點是這樣子啦,全部串在一起,那串在一起之後的話,放在哪裡,放在s裡面,但是這個s裡面喔,還多了一些東西,什麼東西呢,空白,所以我需要用那個VBA裡面,VBA裡面也有一個函數,可以取代空白,就是那個replace,那replace你直接告訴他說,一樣,我要 要取代這個,裡面有一個空白,變成沒有東西,那把它取代掉,取代完之後的話,還要做什麼呢,再切到哪裡呢,切到百家信二裡面,所以切過來,欸,啊怎麼切過來,其實這裡的話,會用到一個叫SHITS物件,因為工作表,我們前面有用過就SHITS,那什麼名稱呢,百家信二,怎麼切呢,點SLAT,它有一個方法,叫點SLAT,就切過來了, 切過來之後呢,再把這個S,怎麼樣,放到,這個百家,因為已經切過來,所以你直接把它放在它的那個A1,所以呢,直接怎麼樣,range A1,range A1,等於什麼,等於S,S就丟過來了,這樣就完成,所以喔,我剛剛撰寫的程式,主要就是,剛剛講那四個步驟,那我們來看一下喔, 因為這個程式前面都寫過啦,所以我就把,註解先寫上去,也許我就,插入一個程序,那程序的話呢,也許就叫文字累加好了喔,然後呢,欸,我要怎麼去把所有的字串,通通串在一起,OK,就是這邊啦,for i 等於1到19,for j 等於1到4, 這個應該前面都寫過喔,然後呢,就是把它串接,先跟什麼串呢,跟它原來的這個S串接,再丟到前面去,換下一個,所以,丟過來,照前孫禮有沒有,再作無正亡,再串過來,再串,OK, 然後呢,最後呢,利用那個replace函數,怎麼樣replace呢,就是,把這個地方,replace,原來這個字串有空白的,把空白取代成沒有,那最後取代完的結果,再丟回給S,OK,那這樣的話呢,我就,取代完的結果,裡面就沒有空白,再來切到百家新二,欸,就我剛剛講嘛,shits,有沒有,工作表,